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韩版6月20号发布的最新改版内容 The Define神圣剑士版本的技能设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内容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这个盾牌就是防御其能力提升 新的子技神圣恢复至尊 他就是反屏的最高阶 有什么能力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他在攻击的时候可以触发额外的魔法伤害 第二个能够一定几率发动霸体技能 什么是霸体呢 我目前猜测的方向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能够无视碰撞 第二个可能性增加坦度还有抗性 第三个可能就是可以免疫部分的控制技能 例如什么呢 例如缓速以及绑角 这才符合霸体的能力嘛 好这就是防御型技能的新增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攻击系的技能 好攻击型技能更新 第一招神话技能更新 这招技能前身叫做神圣星星 改版后叫做化身 能力有哪些呢 我们先讲一下关于新版进战的五大特色 一定要兼具或者是要满足一半以上才会是主流 第一个就是有超长的手 攻击率可能要两个或三个以上 再来第二个就是他有强大的范围清怪能力 第三个就是他有超强的位移能力 第四个就是他有超强的反平能力 第五个就是他有超强的控制能力 那这个技能有哪些能力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他可以提升神圣剑士的攻击距离 好手藏有了 好接下来第二个能力就是他可以削弱目标的MP 也就是我在攻击的时候MP会一直被我打掉 打血同时打磨 第三个能力就是在攻击时会有一定几率触发惩戒效果 什么是惩戒呢 目前不知道官方没公告 我猜测有可能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debuff 第二个就是额外的伤害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招技能更新什么呢 这个技能目前翻译我叫他做追光者好了 就是圣剑的位移技能 OK有两个特色技能 位移技能他的前身叫做神圣置换 就是我们原本的换位 他的能力有第一个能够进行短距离的位移 第二个能力对目标使用的时候 其中目标可以让目标高际上追光效果 什么是追光效果呢 我目前猜测有可能就是像其他枪手第二经济 或者是妖精的精灵步 类似的能力就是让对方无法脱标 好接下来全新技能叫做附魔武器狂袭3 你们会说狂袭3不是原本就有了吗 哦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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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狂袭更新了 这是全新的狂袭第三阶段 放在紫技里面 他的能力有哪个呢 第一个就是攻击时附加无视魔防的神圣箭矢伤害 就是原本可能狂袭的那种特效剑的 然后他这是无视魔抗 然后第二个能力就是让攻击一定几率最大化 那这招就是原本的附魔武器狂袭2技能更新 叫做审判 所以就是原本的两招白狂袭变成一招 然后原本的狂袭3变成狂袭2 新的狂袭3就是紫技 原本的狂袭2变成怎么样呢 他是能够投掷一个盾牌在目标身上 盾牌标记的对象 你攻击的时候会触发额外伤害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圣剑这只改版的辅助型能力是什么呢 神圣十字 这招技能的全身叫做次元魔法相消速 所以像圣剑之后不能相消啦 会变成这个奇怪的技能 他的能力也非常奇怪 就是可以感知到范围内敌人状态 至于这个敌人状态有没有可能像是暗奇的那个开眼一样 可以看到对方残血 或者是他可以看穿迎斗 或者是看穿变怪 这个不确定 那他这边写的夸号叫做自动施展 代表他可能会是个被动技能 所以这个support型技能目前要等到6月28号 版本正式更新后我们才会知道 对于以上圣剑的总结我有什么看法呢 就像我说的 当前版本的五大核心特色 第一个守长 第二个有范围清怪能力 第三个强大的反平 第四个敲墙的控制能力 以及最后一个绝强的位移能力 圣剑在这次更新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位移能力 也有守长的特色 然后他的伤害跟坦度或许也会有些许的提升 因为毕竟多了子技的狂袭三 以及第三阶段的反平技能 但是圣剑可能在PVE上面还是略逊于雷神跟死神 再来就是他的技能 原本我们期待他的经济会更新为无法破胜 或者是无法破反平 看来是没有的 所以在当前版本还是妖精枪手当道的时候 一个可以破你胜破你反 另外一个几乎是伤害高到无视 你的圣剑能力了 法师金圣都会被贯穿了 何况是你的小圣剑呢 所以在这个版本的圣剑的未来 我目前感觉还是有点前途堪忧啊 真实的状况也得等 韩版开放之后我们才来知道 这支影片先介绍到这边啦 我是丁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 掰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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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